欢迎回到最在地的港督新闻 我是雯玉文 在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要带您走进校园当中 来看看的是 树德科技大学 为学生打造的 百曼竹梦计划案 今年已经是迈入第十年的时间了 校方为了要鼓励学生 勇于争取出国圆梦的机会 索性是请出了 已经学成归国的学生 来一场成果展现 带你来看他们的精彩表演 跳起舞来浑身试镜 他是树科大的演艺系学生 图冠存 乐爱表演跳舞 在去年获得百万竹梦计划 一元出国梦 前往韩国进行舞蹈训练 在专业舞团的集训之下 一个月时间舞步快速进步 特别在校园内进行成果演出 表现具专业水准 我一直想要到韩国当练习生 就是因为他们每天都会有 14小时的练习 8个小时的舞蹈练习 跟6个小时的歌唱练习 那也经过这个 我认识了这个练习生 他在今年的4月25号出道 我也经过这个练习生 就是证实了这些事情 就是他们真的就是每一天 8个小时音乐练习 6个小时舞蹈练习 就是这样子 每天这样子训练过来 也是他们的休息时间 真的非常非常少 同样获得圆梦的 修运系学生杨俊凯 玩极限单车有7年的车铃 顺利前往美国极限运动 观摩与研究之后 视野大不同 甚至还打算以后 要把台湾的极限单车 带向国际 我在那里就是学到了很多 有关极限运动的 相关知识与技术 对 然后成长很多 也交到了不少当地的朋友 不过就是去那里看过之后发现 其实台湾的极限单车运动 跟美国是有一定的水准的 对就是我希望台湾可以更重视这块运动 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小孩子 他自己有兴趣的话 他会去克服这方面的困难 虽然他是在这方面 他也受过很多的伤 但是第一我就说 你自己去要注意安全 安全第一 兴趣 兴趣当然是很重要的 所以只要是他认为他快乐 他认为说在这方面 他可以得到快乐 我们都支持 有家人的支持 加上学校资金的补助 让年轻人要为梦想勇敢去追求 今年迈入第十届 校方也鼓励学生踊跃 提出计划 一经录取 就能像图冠村和杨俊凯一样 一员出国学习的梦想 港东新闻是孟甫赠景红 采访报道